好久不见,又去唱原始天的时间了 今次就由我 大新年亲自来问你 原始天魔 为什么你唱的古文 全部都好像改过了 有人改那样改 原始天魔 会立刻改人的东西吗 根本就是那里的人 一直都喜欢改人的东西 改到错了 我改的刚刚 那就是了 他们真的什么都喜欢改了 没有东西真的 那有什么改了 讲来听 第一首 灯棺着楼 导致不出名 改了第二个出名的人 月斌叫王之换 离了谱 导致名都改了 真是离了谱 第二首山行 导致里的字又改了 白云深刺 又改了白云深刺 对 你唱的那种已经讲过了 就是什么都改了 他们 真的好喜欢改了 然后组合白帝城 因为以前的人 作文没有标题 他们就喜欢 把标题改来改去 一时就改这个名字 一时就改那个名字 然后内文 两岸原声提不绝 就改了作 两岸原声提不绝 又改 就改了 哎呀 改了这么多东西 真是很不尊重古人 接着那首 名字又是改来改去 反正都是 那我就改一个好点的名字 叫江峰夜拍 最后那句 怎么会 夜半钟钟到客船 那么无私意 黄山字 应该是 导人向善 解人烦忧 应该用个导 导客船才对 读得不好听 又改了 哎呀 真是 全部都改了 最后这首 最出名的 《喜白静夜诗》 无端端有两个名月 摆明有问题 接着在日本 这个日本仔 日本英俊 读报是错的 在日本出丑 才知道 正式的版本 原来是我唱的那个版本 又是读不出 读得不好听 又改了 看月光 望山月 不好听 又改了做明月光 望明月 但是他们现在的人 都不会改的 照用个错的版本的 永远不认错 根本都不是李白作的 还怎么可以用李白的名字 你不喜欢 自己作过手 怎么改人的东西 不知所谓 诶 最出名的手诗 错得最厉害 诶 真是没有真诶 大家都知道 终于到明室了 为什么这么多东西 原来根本就是 他们那里的人 自己喜欢 改修人家的东西 你就改变 好了 今天就是这样 不记得 都叫他 小伯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